目前已经是双方的第四局了 前三局埃伦泰勒这个手感非常漂亮啊 已经是3比0拿下了 这局看看无一泽能不能及时的找到手感 再输可就危险了 毕竟是五局九局五胜制的 对手在赢他就拿到赛点了 看一下现在带一下球队 嗯上方的这一颗红球打进 武一泽这终于是顺利上手了 篮球有向下的角度 带一下球队 好球球队完全带开 这局有希望啊 只能说是有希望 去拿下一局的 追追比分 裁判是维利奇科瓦 威泽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38位啊 然后埃伦泰勒第79位 有一定差距 但是从这局的表现 从整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还是泰勒的手感好一点啊 这也敢打进看一下彩球的一个连接 不理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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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粉球 尝试要一杆顶带啊 只能靠准度来硬条 嗯粉球打进 粉球打进这个又是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最左下方的这一颗啊 是一个反薄 他一酷起来是能叫到黑球的 黑球这个角度也够用 黑球这个角度也够用 好球 好球 成功打进 两酷起来以后看一下能不能接到中带 底带的线路被黑球吃住了 黑球正上方的一颗 还是粉球右下方这一颗啊 粉球右下方这颗角度更好一点 没问题 没问题 打进再次围着黑球来吃 还是留的向上角度 现在的球球形啊已经完全带开了 直接单叫就行 下地杆登起来 右下方底带的两颗是互相吃住的 所以这一杆要左下地 嗯选这一颗 有风险 尽可能的打包 还是厚了 好了 大概29分啊 25分的领先优势 这直接给泰勒露球了呀 泰勒今天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 打的都很漂亮 漂亮又是一杆长台进攻 打进了要到黑球 嗯 嗯登起来看一下 黑球左上方的这一颗还有下 好久没见科娃了啊 看完市井赛上就没出现过 本球又是打进以后看一下右下方底带抄架干 这个球形给到泰勒也是挺危险的 确实人家手感好呀 虽然说排名靠后 时不时的来一杆神仙干是吧 也很难办 黑球 角度不错 试误就是来的这么突然 黑球打丢了 这是一颗简单球失误 能不能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我们拭目以待啊 往往就是这种就是 气势如虹的时候 来一杆简单失误 会非常影响斯诺克球员的这个心情 中带漏球 吴依则顺利打进 状态的一个回归 黑球直接蹬起来啊 下一个中低干 蹬起来应该是要吃一裤的 吃一裤要中弹 急需拿下一局 掌掌士气 掌掌士气 好 篮球要到 篮球稍微往上灯 嗯 这样左下方底带还是有下球的 有三颗红球左边的这一颗 打到超分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拉杆要中弹 先从最上方的这一颗要起 你超分越来越近 本球向右边吃一裤 观察一下看看怎么去带一下两颗红球啊 有没有机会 两个红球直接单拆的话还是很困难漂亮带到了 带到借一颗粉球中弹 借干较为很关键 目前已经是领先了45台面51分 再打一颗红球就能超分 中弹还有下球 这颗红球打进超分了 领先46台面43 继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非常关键的一局 嗯 再打进这一颗 泰勒就基本上就放弃了 这颗还是有难度啊 这颗还是有难度啊 打进了 吃黑球吃粉球都是大角度 还是围着黑球来吃 黑球打丢 这样看看 吴一泽是领先了52分 台面35分 超了17分 做斯诺克是要做5个 泰勒还要上来 上来也没关系啊 翻盘是非常难的 这局要翻了盘 那吴一泽 就真没没什么好说的了 漂亮非常漂亮的一杆长台 直接扼杀了泰勒的翻盘希望 没问题了 粉球打进直接收彩 黄球要到了 当然还是一个角度偏大的 黄球没打进 这样的话 吴一泽扳回一局 1比3 进入中场休息